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談賽馬的時間 昨晚的賽事兩隻NATCHAN馬膽 第七場機緣巧合四倍 林飛也落飛落得很厲害 就落底了 稍後再講一講這場賽事 第九場紅運飛鷹2.2倍 啊 贏馬的我按錯了 我神經病 贏馬的 2.2倍 順利贏馬 搭著風景草都正頭正六 一會兒都會再講一下 高出賽馬昨晚就沒有的 來近星期日大賽日 有一隻高出賽馬就是第五場的前進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零零碎碎說一下 分享我的觀點 大家慢慢聽一下 首先講第四場秒秒精彩 這場馬秒秒精彩是啡格的 首先講一些題外話 我臨場分析有些預計雜前樂飛馬 昨晚賽事有四隻預計雜前樂飛馬 分別是秒秒精彩 榮彩大道 輕滑 和金英奧場兩貫一季一落底 尤其是榮彩大道就是領領你 臨場分析的朋友都知道我選中了 秒秒精彩都是預計雜前樂飛馬 這兩隻都領領你 希望能幫到我臨場分析的朋友 秒秒精彩就是10倍 落到4.3倍 最後幾分鐘的事情 你也知道周俊樂背負幾大壓力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周俊樂對上一次很重飛 因為高東利那隻是很慘的 落滿貫出閘 一萬閘就輸了 點多多一點點 是一定輸了錢的 高東利及有關人等 不用說一定有 因為他好像說入了言訊室 想說一下這件事 現在高東利又交了一隻給周俊樂 又明知道他落飛 我相信周俊樂是很大壓力的 我相信這隻 結果怎麼樣呢 他真的打麻波都會吸收 其實是幾毛波的 大家一起看看 幾毛波 想想啡價格 這場潘頓就做到 我投訴他鴻雲飛鷹資本家那次 他真的頂住頂住頂住你 頂了幾次 這個點子 èse規則頂住 最後周俊樂都頂不就 引下一個調節 頂住頂住頂住地 這裡不ora Get For lebih 那麽太空襲 你不夠也要 頂住 大家就好 必须变了三区 霹靂狂隆令老实人有些 骗进去 风筝就死了 大家要理解周俊乐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实在背负了 啡格由10倍到4.3倍 还有一个一段历史 就是落满贯的历史 大家如果记得落满贯的飞 又是落得很夸张的那天 高东利肯给周俊乐骑了 一只落飞马 死也要死回来 我想以后也不用骑 周俊乐以后也好 那东西 另一样观点就是 其实 我的看法是 其实 其实潘顿最后也打得很厉害 以潘顿的判断都知道他追不到 但是他也要狂发鞭地打下去 平时收了攻 大家也知道了 也设定第二收了攻 但是他也狂打鞭 我觉得潘顿是有我的演绎的 未必正确 我觉得他有个智慧 如果追近一点可能输过颈位 就是说他是能够高的 因为那道名是删了你 删了你是影响到走势 那道名是删了 你看看多次 其实潘顿真的被松下松下 吃着你四分一身位 真的松下松下 那一吸下去是有影响到少少走势 就不多 少少 当然对里面的老实人和风筝影响大一点 但是也有影响到 最后潘顿大边大边车下去 你看也知道他追不到 但是潘顿也出过右手车轮边 我想他有个想法就是 如果最近输了颈位 有得咬 那你现在输成马位 那当然不能咬 但是如果最近一点 我想是有得咬 所以这里是 可能我的分析有错误 因为我都不是潘顿 不知道他老想什么 但是如果我的看法就是 潘顿也有点智慧 就是大边大边车下去 希望追近一点 然后告得了 那当然 最后没有什么言讯抗议 因为输的距离太远 这就是《渺渺精彩》和《飞力狂龙》的分享 第二件事 我昨天也见到很多网上的朋友 说潘顿 只能耐闪一点点 不奇怪 那我们首先 观察潘顿 当然 側镜也是有点外眼的 側镜也是有点外眼的 又是 我包括说 看側镜 整天都会有点外眼的事情 看側镜 好像在那边打边打边 左边左手边左手边 其实都不算狠 你对《飞力狂龙》这边 这些不狠的 这些马尔代夫的那边 稍後再去分享看法 不算狠 打两三下 然后推 推 接着 大家有点小事物 收一收 接着被他胜利波夫 过了 很多人都觉得 《飞力狂龙》很不划 看看巡团影片 看看巡团影片 大家看到潘顿 那个骑法 其实都骑得 小心翼翼的潘顿 这边出来了 有空位 都慢慢踏远 马尔代夫 然后在左手边打 打打打 打左手边 继续有点耐闪 哎 收一收 不要搞了 如果你说其他马尔 我都会怪潘顿 但这不是其他马尔 就是马尔代夫 大家都记得上次是惊闪 那些惊闪 如果大家有看访问 都知道潘顿也认为 如果他再压力 他会跌下来 我们看看马尔代夫的惊闪 惊闪 潘顿差点跌下来 他访问说 他访问说 他其实真的都 这里 你见他都是 他幸好是西一下 这里 这些是可以跌下来的 其实那个重心 如果大家有毒物理学 Sent of gravity 都已经离开了马身 你看他这个人 离开了马身 很容易跌下来 如果他再跌下出去 就会跌下来的 潘顿 那他就没有 那他就立得回去 他就继续推棋 又顶到我第三胎 如果你是潘顿 首先第一件事 都挺值得想的 继续验一只马尔代夫 其实是有危险的 虽然他打了药毛病毒 那走势是有改善的 很明显 有改善的 打边下去都没有害怕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你是潘顿 可以见他耐闪闪闪闪 自己都有心有余悔 如果他加上一次 他人之常情 我觉得是情有可缘的 他至少要高尾 因爲他要高尾 是有打边的 他没有怕落边 打边打边 如果真的 如果你说潘顿 怕死 但他不是怕死得很重要 他也是有打边 其实也有危险 打边下去就没事 最後一兩步有少少耐閃 他都要有自己的保護意識 當然對於投注馬民來說 就是炮湯的位置 尤其是買了位置Q 炮到第四 但是這些我覺得 當然對於投注馬民不理想 但是我覺得 賽馬都是安全第一 你不能夠不顧安全 這個潘頓自己做回 少少算是保護自己的事情 情有可原 大家知道了 我不是一向不偏幫潘頓 他是騎得好 我賺騎得七十天 鬧鬧的 進友至少 我上次也有看過一段影片 覺得他們很簡單 那些都是有些奇奇怪怪的 但是這個霹靂狂龍和馬爾代夫 我有沒有這樣的分享 大家不知道有什麼看法 說回兩場 插馬我膽子 還沒說回這場 機緣巧合我覺得 最後六七八九場 押了地之後 第六場 不是看得太清楚 因為始終是一個萬步促賽事 去到第七場 第八和第九場 都很明顯是中外當直路 衝給我口 機緣巧合 進了裡面衝 其實很危險 我覺得又虧了少少場地 機緣巧合 還有昨天巴道文家良 兩人都完全沒有勢 所以這隻馬 沒有辦法 你說他又不是斷纜 又不是斷纜 但只不過我覺得 是直路走了一個不利場地 就輸過他馬位 比較心狠一點 這場是拖快捕束 甲苑和馬爾代夫 沒有了 可惜一點 好了 說第二個出發坑 洪雲飛鷹 說實話我也是那句 其實上次我是說 官頓頂得不夠行 就是資本家 但是很多人都說 事後說 其實我發覺現在 網上 無論是KOL 或者是 隨便劉國賢 都很喜歡 就是我的看法 很喜歡賽後 就是賽後 其實說什麼都行 跑完之後 說資本家100分 洪雲飛鷹怎麼跑都贏不了 其實都有他 如果上一場 洪雲飛鷹頂著一條籃 基本上我覺得是贏 贏資本家 有條籃 沒有條籃 還有上次場地是 帶你貼籃 快放 鴻雲飛鷹要抽出疑點 也不是追馬的 鴻雲飛鷹 自己領防 好了 今次 鴻雲飛鷹做到自行領防 贏馬 其實這場水準很高 這場 襲風敬草 潘頓也是發揮得非常好 跑到第二 其實這個也是 死Q 如果敢死 二重彩 純粹都是正常中的 這場馬 這場馬 鴻雲飛鷹拖 疾風敬草 接著就是大師級 正才右利 這兩隻又失望了 較少 這兩場 這兩場 馬膽 講一下備忘馬 對落場 拿益線 上次也是我的備忘馬 今次 谷草二千二 我也不敢提 提供草膽 不是怕他二千二 怕他一檔 怎知道他順暢到這樣 轉彎 心上有喘名 然後發覺自己磨蝦二出外難 也有 轉彎 一個不敢塞在裡面 這樣就彈掉 這隻都是備忘馬 這次的備忘馬 最後 看回沈澤成的訪問 都可以看看 他說 The owner gave me one instruction and that was to win by as far as possible 就是說 馬主給我一個指示 就是說 要贏得越遠越好 因為他是想跑打比 然後沈澤成說 We have to see we will need another race H18 to see what he does there to give me more confidence 然後沈澤成說 要看一會 看看他下一場 跑沙田 那個表現如何 可不可以給我們多些信心 然後他說 會跟田太安聊聊 去再想想 他說 唯一的問題就是 由這個谷草三八 去到跑打比 是一個挑戰 所以他也要審慎考慮 所以就 但是他也說 一隻好馬 因為 上次 由最後80米 走勢非常好 不是很少 北半球 初初跑到650 跑得好的 大家記得 行福路窩 北半球650 對 那麥克仙 他也會 嘗試跑打比 看看怎樣 下次都應該會在田草 千百二千見 看看他有沒有這個能耐 進入打比 那這場當然是 當然是好 但是 勁勁勁勁勁 但是 是天造地設形勢 那有些考驗的形勢會怎樣 看看下次怎樣 但是都是一隻秘密 第二宗消息的南華早報就是講到 常錦欣將他復出 澳門 現在好像常錦欣 簡單來說 常錦欣現在去了 應該去了奧克蘭 紐西蘭應該 現在在奧克蘭 就是奧克蘭的奧克環 4月就會運到澳門 交給這個 因為他說常錦欣那幫 connection 就是那些馬主團體 馬主朋友 朋友們都說想繼續跑 就買樓的兩次秘密 香港就不能跑 但是他說他想繼續跑 那麼大摩就聯絡了他 這個應該是 應該不是叫侄仔 就是 Gary Moore 就是加利摩亞的兒子 Nikolas Moore Nikolas Moore 現在在澳門做聯馬師 在澳門馬會就譯做這個 魔力高 那麼 如無意外將會運到澳門 作裁 應該挺超級 在澳門 看一看 這是一宗消息 給大家分享一下 差不多了 今天消息也比較多 還有分享也比較多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給我一個like 分享一段影片 給朋友看看 去宣傳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這段影片 的分享 分析 什麼意見 都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想簡單 支持一下我 在下面留言 留下讚 謝 粉絲 或者什麼都好 去支持一下我 大家知道 現在來到渠道 發揮臨場分析 每一場賽事 10分鐘前都會說 二二波馬 預計集前六飛馬 場地越細 和騎年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訊息的話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你會發揮臨場分析 我會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於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看 最後希望大家能看到 YouTube頻道 諮詢 請按訂閱 或者免費訂閱 還有按什麼鬧鐘 按全部 我所有的新影片 都有一個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